欢迎收看联合报系愿景工程 为青年巡路首部曲《抢救人才》系列报道 我是李碧莲 前两个礼拜我们讨论了 台湾人才要如何用得上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人才要如何近得来 这个问题是很多企业主的痛 因为劳委会对白领外劳主要的限制 除了月薪要47,971元以上 还要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虽然目前放宽了标准 研究所学历或是在台湾念完大学的外籍毕业生 可以不受这两年工作经验的限制 但薪资的下限并没有放宽 如此一来要引进基层的外籍白领还是很难的 但你以为高阶人才没有薪资和工作经验的问题 应该就容易引进吗 其实不然 因为还有许多繁琐的规定 像是要带妻小来台湾 得要有结婚证书 小孩出生证明等等 还要翻成中文通过认证 另外带用人来台只能带一个 这零零种种的规定 让外籍人士望之却步 连学术界也不例外 政大商学院副院长陈春龙就说了 美国普渡大学商学院 聘用一个刚拿到会计博士的年轻人 身价是年薪24万美金 相当于台币720万 那台湾呢 台湾新聘一个助理教授 月薪财台币7万块钱左右 这筹码已经少得可怜 还有各项严格的审查 怎么抢得过人家啊 我们就来看这个实际案例 他是政大商学院院长唐奎 这位享誉国际的学者 常年在美国学术界发展 两年前他被政大延览回台 却还被要求要付上 30年前的成绩单和学位证书 他说自己是一心想要回台湾贡献所长 要是换成其他国籍的学者 热情早就被交习了 一起来看看人才要进入台湾 为什么会这么难 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和书籍 正忙着上网和国外联系的 是政大商学院院长唐奎 提起两年前 政大从美国普都大学 延览他回国时的波折 他还是不免摇头苦笑 一个同仁就讲说 我们学院的一个副院长 为什么跑来这边申请一份成绩 事实上国内很多人都认识我 然后这个什么领大计划 教育部这些什么 所有的国各会的奖项 我都在审的 这样子的人他还要去肯定说 你知道就是还要去 还要说确定说 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人事事的人他不能不做 唐奎不怪行政单位 只是这依法行事 却真的很折腾人 首先要提出30年前 他就读博士班的成绩单 以及学历证书 另外还要缴交出入境证明 证实他曾经出国留学 加上唐奎没有台湾的教授证书 所以在系教评会 院教评会到校教评会的 三级三省之外 还要增加外省 填了一大堆的表格 前后耗费了四个月 才拿到这张品书 他不是把他当人才 他把他当外劳来看 他已经有了某种国际的 学术的地位或者成就 政大才会愿意去聘他 所以我才说很多东西 你要相信雇主 因为你老委会所看到的 还是书面的东西 那书面是容易造假的 曾经担任经济部 投选会执行秘书 现任工总秘书长蔡练生 直指这根本就是不尊重人才 唐奎自己感触 当然更加深刻了 对比他常年在美国任教所建 哪怕是聘用一名 刚毕业的博士生 只要校长批准 没有繁杂的行政程序 让受聘者倍感尊重 在国外要请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他是多高的层次 助理教授 我们就很希望说 这个过程使得他觉得 真的很受欢迎 我们真的很希望他来 他这个也会上去 细心的介绍 位于商学院六楼的顶尖学员 教室比照哈佛大学商学院 参与是个案教学教室设计 是由校友 原大集团总裁马志玲 以及德安电线电缆公司 和宝来文教基金会 共同捐赠四千万打造而成 即使和校友企业界关系紧密 但募款所得 终究无法长期支应教授薪资 想到国际间抢优秀学者 筹码已经不如人 更令人忧心的是 僵化的规定 开会都在开什么 都不是在开说 这件事情都有意义 我们怎么把它做好 很多事情都在开说 这个我们现在聘一个人 还是要做一件事情 这些条文怎么修改 然后我们要去防闭 他做了很多条文以后 他把所有的弹性都拿走了 那弹性拿走的话 要我们这些主管做什么 怀抱着一股回馈的热情 唐葵回到台湾 但他担心的是 台湾如果只能靠着 对故乡的情感 或是亲情的呼唤 终究无法在全球抢人大战中 抢到真正符合需要的人才 真正人才 我相信它不但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国人就业 它反而是有助于我们创造就业 因为当一个企业 有了竞争力的时候 它的企业规模就会慢慢地扩大 就会创造就业 蔡恋生曾在经济部投审会任职 当时投审会掌握台湾人才资金进出审查 他说早年台湾人才进出审查 是以引财鼓励投资为前提 但现在基于保护国人就业 外国专业人才来台管制变得严格 引财和保护就业成了自相矛盾的死结 毕业两年之后你才能够到台湾来就业 那你想说一个毕业生出来 他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之后 他还会要来台湾吗 他就不会想来了 所以也影响到这些人才的引进 两年工作资历加上薪资不得低于 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一元 对照国内大学毕业生的二十二K起薪 确实降低了企业聘用外籍白领的意愿 看似保障国人就业 却难免有弱化竞争力的隐忧 长此以往恐怕更加不利于产业发展 演变成高阶人才抢不到 连基层的也进不来 蔡廉生建议不如松绑回归市场机制 一个企业他不会完全去用外国的 他不只是薪水的问题 他要考虑到在这边居住 很多其他的这些成本在里面 真正不放心 我们是不是可以列出一个名单 世界百大或什么 可以免除这些所谓的 什么工作经验的限制 甚至应该是要更积极的 就像新加坡一样 还没有毕业 我们就应该到各地去抢人才 主动出击开大门 让优秀人才进得来 补自己的不足 台湾不能再闭关自首 否则将难逃 边缘化的命运 除了我们设下的种种门槛 让外籍人士进不来 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 到底这里有什么诱因 可以让人才愿意回来 愿意进来呢 其实政府之前也曾经提出 规于返商等台商回流方案 希望吸引在海外打拼的 台湾优秀人才 把工作重心移回台湾 不过到现在为止 效果似乎还不是很显著 反观对岸 经济快速发展 带动人才汇流 不只留住了当地人才 也能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分子 争相投入这一块广大的市场 台湾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大陆的成功经验 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带你一起来看 旧时的十里洋场 如今的金融重镇 上海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 不断涌入汇集 人力资源市场成了 炙手可热的新天地 在这股热潮下 104前列财总监黄志尧 2006年被老板外派中国大陆 开疆辟土 更云四年后 他自己成立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成为104在大陆的经销商 分析台湾人才外流现象 他认为 癥结还是在经济结构 不够健全 我觉得台湾它虽然是 因为比较浅层经济 那成为人才输出国 我觉得这种概念 它是某种程度它是必然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台湾有问题 是全世界的人都有问题 就你连想问题都要国际 这个还是回到头来是市场 决定了这个命运 强调人才流动不是坏事 和黄志尧一样 从台湾到大陆闯荡的庞先生 身为手机公司的研发总监 除了要开发专业技术 还得兼顾懒财责任 他认为 研览优秀人才的制胜关键 就是让对方看见 未来的愿景发展 还真的三顾 请吃饭然后洗脑 基本上十位 有八位是将心加入我的团队 而且我不跟他画大饼的 我不会跟他说以后多好 然后多少股票 那我会给他很好的发展空间 人才不分地域 求的都是更宽阔的舞台 只是要进入大陆这个大市场 除了得融入当地 更要做好国际化的准备 像我们公司也做一些那种 在德国 招聘在德国学习的 那个中国大学生 那么现在我们的德国总部 培训完以后送回公司 相对来说从文化上 从技术上面的衔接 也比较有优势 已经在大陆生活多年的 郭勇锐 言谈间的口调语气 都和当地人几乎没有两样 在他看来 台湾人到大陆 不论就业还是创业 都渐渐无法满足于小范围的 成功与安逸 但不够国际化的通病 却迟迟无法治愈 尤其是传统企业这一块 当你不断往前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台湾人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 其实 从国际管理的能力来讲是有限的 所以你会发现台湾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的企业 他们到一定地步之后 会卖给外私 不只企业主自己 缺乏国际管理能力 公司内部也因为 大量禁用大陆本地人 更让在大陆打拼的台资企业 要返乡 难上加难 假设哪一天 在中国这边的人工成本上涨 那你起要一回去 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基层主管 因为基层主管都是陆籍干部 可是陆籍干部 现在其实有法令限制 他是没有办法去台湾工作的 所以你政府要鼓励企业回台 可是其实这个 觉得企业来讲是有一些困难 台湾政府有意扶植产业人才回流 然而相关政策配套 却无法犹如及时雨般 解救即将干涸的人才库 人才怎么流又怎么回流 正是一大考验 台湾人才进不来 我们就来看看 曾经和我们并列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 他一样是小国 但他们对人才的做法 却和我们大不相同 他们欢迎各种人才 一起来繁荣新加坡 新加坡为什么能发展到 现在的富足状态 为什么能吸引人才呢 首先要从他的地理位置开始谈起 1819年 英国殖民时期的政治家 莱佛市在马来半岛最南端登陆 建立自由贸易港 就是今天的新加坡 为什么会选定这里呢 就是看重他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 当时英国正要扩张 他们在印度的版图 还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 因此他们需要找到一个 能够让船只停泊维修的港口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 再适合不过 虽然殖民时代早已结束了 但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 持续善用这一项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加上它的英语环境 使得新加坡发展出 以转口贸易 加空出口 航运和金融为主的经济形态 而新加坡政府为了要扶持产业 不仅硬体建设做得好 设立主管机关 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 也都是超级高效率 也难怪招商无往不利 站稳亚洲前哨战的地位 新加坡其实当时被英国 选过来设港 它就是作为一个 在亚洲的Cross Road Asia Cross Road 它因为总控着整个印度洋 到太平洋中间的 最关键的这个交汇的节点 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心 担任客座学者的 台湾籍社会学博士曾博文 易于点破新加坡地理上的优势 200年来 新加坡一直是重要转口港 到东南亚最远的主要城市 缅甸曼德勒 航程不超过三小时 让它顺理成章 成为西方前进东南亚的第一站 许多跨国公司都在这里 成立亚洲总部 冷战结束之后 到90年代以来的发展 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整个冷战释放了 东南亚这个地方的经济活力 然后也造成一波新的 就是全球化 就是在intercontinental trade的增加 而新加坡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使它在这过程当中 获得很大的利益 除了地理位置的有力条件 新加坡能吸引全球精英汇聚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英语环境 有很多游客 尤其是欧美的 他们对于东南亚 有一种很神秘的探索感 那他们在寻求资料的时候 他们当然就是会 以英文去搜寻 那英文搜寻资料 新加坡一定是最多的 因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就是英文 我就可以在新加坡 找到许多英文的资料 是对于邻国的 放眼望去 路标 地图都以英文为主 开口问路 用英语通常都能得到 满意地解答 背包客和商务人士 把新加坡视为 前进大亚洲的前哨站 跨文化的跳板 新加坡政府 何尝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如果你想新加坡 成为区域的区域 你必须要有良好的航空 你必须要有良好的航空 它必须要有良好的航空 不然这故事不能够活动 所以这并不是一样 这并不是一样 这并像是国家的政策 这并不是一样的航空 和世界上最好的航空 亚洲生技研究重镇的雄心 除了吸引顶尖人才进驻 更重要的是吸引大量外资投入 新加坡政府它经常在招商的时候 会去强调 这个地方有一流的大学 一流的研究机构 一流的学术能量 然后也可以训练出一流的员工 即使商转成果还有待观察 但招商向来是新加坡的强项 因此即使面对中国大陆崛起 跨国企业北移的浪潮 新加坡也不太担心 人才流失的问题 但是后一层的南via运回到了 Indonesia Vietnam 那你能将在平造成果 而是印度升了 这儿是一个地方 虽然它们不是很很 organized 你是真的能将在平造成果 但是 玉陆路发展了 但总共据人们 使用人们 是自转化的 可能还升了 善用地理位置持续扶持产业繁荣经济 新加坡政府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更让想进军东南亚国协 以及南亚各新兴市场的各种人才 无法舍弃新加坡这个绝佳的贪投宝 除了先天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今天新加坡难以取代的地位 当然新加坡政府的强势作为 更是导引国家发展的重要关键 新加坡很早就认知到土地小没资源的现实 如果自我封闭肯定没有活路的 因此他们对外人友善 最实际的像是 外国企业要进入新加坡 一条龙式的服务 从融资申请执照到税务 不用跑好几个不同的机关 就可以迅速搞定了 甚至可以五到七天就成立一家公司 另外在税制上面也相当于友善 外籍人士一年之内 在新加坡居留或工作不超过60天 是不用缴个人所得税的 达到183天就会被视为新加坡人 在新加坡的收入 2万新币以下免税 超过2万开始磕税 最高税率也才20% 相较于台湾的40% 差别真的很大 中心商业区跨国公司林立 穿梭其中的是不同肤色的白领阶级 因为新加坡对优秀人才敞开大门 不分种族 不问国籍 他们说新加坡是大型的物流公司 只是它的那个头是一个政府的心态 但它就是一个物流公司 15人才的这一块市场 那个空缺其实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就会有人去填补 却什么就立刻补上 从90年代的金融管理人才 到现在护理人员 研究员 学者和艺术家 新加坡根据自己的需求 主动出级 积极拉拢人才 新加坡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是在说政府其实保有 对许许多多的核心企业的掌控 但是却在另外一方面赋予 它在运作上相当程度的弹性 透过代码系的控股 或者透过一些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像说新加坡技术的控股 然后能保有政府对于这些企业的控制 掌握大部分资源让政府裁员充沛 对外延览人才时更能操控薪资 撒钱不手软 不止薪水高 在税付方面也很有竞争力 外籍人士一年之内在新加坡居留或工作 不超过60天不用缴个人所得税 183天以上就被视为新加坡人 海外收入不用纳税 在新加坡的收入 科征的税率 则从零开始上限是20% 不止高薪低税 任何牵涉到经济层面的事项 更让人感受到便利 在教会工作的台湾人孙伟浩就亲眼见识到 一个礼拜成立一家公司的高效率 主角是他的朋友 一名被动画公司解雇的大陆动画师 他就居然用自己的名义去申请了一间动画设计公司 就在七天要被准证减掉 七天内要出境的这个过程里面居然被他申请到了 在这个经贸往来的这个层面 他其实是很弹性的 就好像我们去银行那种VIP客户 什么要求都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笑话就说 其实新加坡这个国家就是Singapore.com 就是一个企业 在商言商 孙伟浩认为 新加坡政府对外籍人士和外国企业的友善政策 其实就是为了双赢互利 而且他们更希望 优秀人才不只是过客 如果今天他看你是人才 他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他会巴不得你马上变PR 虽然说PR现在拿PR越来越限制越来越严格了 但是如果你在他眼中是个人才 其实也是魄力的 譬如说像演环珠哥哥那个赵薇 拱立 李连杰已经是公民了 然后还有最近的联电的曹新城 他直接拿公民了 已经是永久居民的孙伟浩进一步解释 新加坡资源有限 福利优先给本国公民 接着是永久居民 外国人只能花钱买资源 就像他和妻子将迎接第一个孩子 生产费用和将来小孩学费 都会因身份大不相同 这种差异间接诱导外籍人士入籍 但近年来涌入的人太多了 也导致房地产价格飙涨等社会问题 阶级对立逐渐浮现 拿这个不是PR的这种工作证的 我们就已经很明显感觉到 他整个政策对我们不利的面向就冒出来了 像最近所内很多这种申请 这种工作证renew的就遇到拒绝 然后你还要再去申诉所谓appear 紧缩移民政策 严格控制各种工作签证的合法 新加坡政府更透过提高外人买房门槛 调涨继承车费 却不涨公车费率等手法 一方面企图安抚民怨 另一方面也要持续掌握引进人才的主导权 除了产业发展前景 到底还有什么条件可以信全世界的优秀人才 留在新加坡呢 我们访问了前前后后待在新加坡十几年的 德国籍高阶经理人 他分析新加坡的时尚流行与国际同步 各种商品都买得到 加上知安好 犯罪率低 是吸引跨国商务客与顶尖人才的最佳利器 他打了一个比喻 他说就像是去迪士尼乐园或是五星级饭店一样 虽然花费很高 但贵得有道理 它让你付出的钱有等值的回报 就是这样的高度可预测性 让各个国籍的精英分子 愿意留在新加坡生活 宽敞的客厅 大片落地窗看出去 绿意一片洋溢着热带风情 舒适气派的私人公寓 和大多数新加坡人居住的政府组屋 就像是两个世界 这里月租高达五千七百新币 折合台币约十三万五千元 是德国籍的马提亚斯一家子 在新加坡的落脚之处 马提亚斯是跨国企业咨询顾问公司的社长 他的公司在全球26个主要城市 有27个办公室 近20年来 马提亚斯专注经营亚洲市场 1994年他就到过新加坡 2004年再度选定新加坡为基地 一待将近十年 问他为什么不选择 妻子的故乡泰国 除了工作机会比较多之外 新加坡的高度可预测性 更是决定性因素 录取经营亚斯的故乡泰国 自己临着雨走回家 等着家教老师来教德文 不用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 需要的食衣住行娱乐 也有来自各地的劳动人口 替你搞定 更加深了新加坡 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 尤其是西家带卷的 高阶管理人才 这些廉价的外劳 可以在用比较低的成本之下 支撑起整个社会的 整个社会的基本的 一些服务的运作 之后 那这整个社会体系 就能够腾出足够多的 一些资源去吸引 去吸引这些所谓高阶的人力 如果你是一个 高阶经营人才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有办法去guarantee 你能够有一个 更可能在其他地方 不容易找得到的享受 不容易找得到的 那种生活的条件 不管薪资或者说 物质生活的条件 当然为了维护社会安全 新加坡政府确实 做了不少努力 即使娱乐产业也不例外 两座综合娱乐城 是近年新加坡观光新亮点 但里面的赌场 始终是争议所在 为了避免赌博带来的治安疑虑 更要向观光客保证 同手无期 新加坡管理赌场相当严谨 工作人员都要由赌场法规局 CRA严格清查身家背景 尤其是核观 更是不能有任何案底 CRA才有权利查你的底 查到你的底的时候 发现你有欠你拿钱 不可以 你有欠那个 Credit Card 马来西亚裔拿毒苏辉 投身博弈产业数十年 还经营饭店博弈管理学校 最近他替新加坡赌场 编写赌场监控器 赌场财务两项管理规则 这是赌场经营升级时的 重要依据 就像这样 不论大小事物 全部规定地清清楚楚 依法执行 或许正是新加坡 之所以能给外人 法治社会印象的 最大工程 看完大陆和新加坡 沿揽人才的 种种积极作为 台湾是不是也应该 先破除防避的心态 敞开心胸 简化严苛繁琐的 法令和程序 真正打开揽财的大门 让外国的专业人才 能够进得来 强化我们的竞争实力 台湾的青年才有未来 感谢您的收看 敬请持续锁定 运紧工程为青年巡路 首顾曲抢救人才 专题系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